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偷偷谈恋爱的第二年 不小心被我爸妈发现了 他们立马对我开启催婚模式 反复思量后 我决定先跟着姜文远回他家去见家长 而后再带他见我爸妈 顺便坦白我的家境 原以为会一切顺利 不料他家人给了我一个好大的下马威 进门时 我恭恭敬敬喊了叔叔阿姨 并送上燕窝和茶叶 转头却看到饭桌上摆着三盘菜和一盆炒饭 菜是清炒绿豆芽和芹菜土豆丝 唯一的荤腥是半碗鱼头炖豆腐 一看就是剩下的 就连那盆炒剩饭都只是放了点葱花 连个蛋花都看不见 看着如此敷衍的菜式 我满脸错愕 姜文远明明说过 他今天早上还提醒了他爸妈 说我要来拜访 所以说 这就是他们全家对我的诚意 尽管被慢待 但想到姜文远说过 他家一向节俭 加上他对我很体贴 我便没多说什么 但是姜文远脸上挂不住 问他妈妈 妈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给耽误了 没来得及好好准备午饭 要不咱们出去吃点吧 姜母的后嘴唇上下翻飞 语速快地像打算盘 噼里啪啦一顿输出 你弟弟大学毕业证等着找工作 哪哪都需要钱 有得吃就不错了 你还嫌弃吃得不好 家里有饭干嘛出去吃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浪费 给人家买杯奶茶 就要十多块 都够我和你爸吃一天了 不想想你一个月 才给家里几个钱 也不知道 你的工资都贴不给谁了 我听出来 这是故意在敲打我 伸手抢过姜母手里的 半碗炒饭放到桌上 用最温柔的语气跟他妈说 阿姨 要不咱们都别吃了 把这顿饭省下来 应该够给我买杯奶茶吧 或者弟弟的工作也别找了 就回来全家一起吃剩饭 日子不也过得下去吗 姜母被我噎得一愣 嘴唇吸动着 刚想发火 姜文远他爸出来 打圆场了 乔薇 你别嫌弃饭菜不好 中午咱们对付一下 晚上再做点好的 说吧 给了姜母一个眼色 姜母闭了嘴 我也笑了笑 掏出包里的牛奶喝了 桌上的饭菜我一口没动 临近傍晚 姜母果然张露了一桌子像样的饭菜 我饿得前心贴后背 家里却迟迟不肯开饭 我问姜文远 你家开个饭也要等凉晨及时吗 中午就喝了一包牛奶 我都快饿死了 下一秒 家里的门开了 姜文远的弟弟姜文涛带着女友和会进门 姜母热情地迎上去 回来了 都等着你们开饭呢 原来 这顿饭不是为我准备的 不过我也没时间计较 因为实在太饿了 便开始埋头干饭 可姜母却突然点了我的名字 乔薇 你没吃过这么好的饭菜就多吃点 反正我们聊天你也插不上嘴 人家和会他爸是国企领导 能帮滔滔安排工作 你爸就是个建筑工人 肯定说不到一起去的 我看了看姜文远 脑子里打了个问号 不知道我那个地产商老爸 什么时候变成建筑工人了 忽然 我想起来 有一次姜文远在老家给我打电话 问我在干什么 我说去工地给我爸送饭 我爸责任心很强 每个工地都会自己盯着 他吃饭又挑剔 经常是家里做好了 再给他送过去 想到这里 我终于悟到姜家父母 为什么会轻视我了 没办法 谁让他们脸上长得是视力眼呢 这么一想 我竟然一点不弃 反而莫名想笑 毕竟以我的家境 见识到狗眼看人低的机会并不多 见我没反驳 姜文远脸上那点 小紧张放了下来 姜母则进了厨 房 端了盆茶叶蛋出来 她瞥了我一眼 乔薇 以后没钱买礼物 就别打肿脸充胖子 燕窝买不起那么多 也别拿茶叶来凑数 这茶叶一点都不好 煮出来都没啥颜色 害得我放了半瓶子老抽 我愣了愣 您用我带来的茶叶煮的 不然呢 家里的大红袍 我可舍不得 我想了想 好的阿姨 我记住了 那茶是我爸让我带过来的 三万八一斤 真是抱舔天物 我如此乖顺 反倒让姜文远不安了 她把我拉到书房里 乔薇 为了滔滔能有份好工作 你就忍一忍吧 以咱俩的能力 既然不能解决滔滔的工作问题 就别添乱 行吗 还没等我说话 外边就响起她妈妈的惊叫声 她说 她的大金镯子不见了 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真 下一秒 姜母就冲过来问我 乔薇 你动我的镯子了 是吧 我一阵恶寒 阿姨 我没动过 您再好好找找吧 姜母的嘴都快撇到天上去了 我今天做饭前还看到了 就在我卧室枕头旁边放着 怎么就丢了呢 做饭前姜母让姜文远带她爸出去搓澡 家里只有我和姜母两个人 显然 我嫌疑很大 我顿时冷脸 姜文远忙把她妈拉了出去 妈 乔薇家虽然穷 可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不是那样人 一定是你放错了 我在帮你找找 我一阵憋屈 却因为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时不知怎么应对 于是打开手机 发了个求助贴 第一次来男友家 男友妈妈的大金镯子不见了 就来问我 大概怀疑我偷的 我该怎么澄清 网友迅速回帖 问题出在她妈身上 你又不是浑水 为什么要澄清自己 你倒是应该趁机把她家水搅浑 金镯子没了不报警 问你干什么 你是警察吗 还是说你男友家特别困难 全家都没有能报警用的手机 我听劝 立刻打了110 几分钟后 警察来了 姜母一愣 谁报的警 我站了出来 阿姨 你那么贵重的东西丢了 肯定要报警啊 姜母脸色极其难看 要你多事 而后跟警察说 没关系 我们自己再找找 家务事就不麻烦你们了 我拦着不让警察走 家里丢了东西 就我和何惠两个外人 如果查不清楚 我俩不都成了嫌疑人 何惠眉头一皱 看着我说 我怎么可能是嫌疑人 那金镯子就是阿姨买了要送我的见面礼 我的东西 我何必去偷 我脑子嗡的一声 都是头一次来姜家 给我吃剩菜 却给何惠买一万多的金镯子 看来在姜家父母的眼里 我这个建筑工人的女儿 还真是不值钱呢 此时警察大概也看出些苗头 几个人开始积极帮忙寻找 最后 在姜母卧室衣柜最底层的被褥下找到了 看着金光闪闪的手镯 姜母表情善善的 何惠脸色突然阴了下来 直接跟姜母说 阿姨 东西不想给我就直说 平白无故冤枉乔薇姐一回 你们家也真够恶心的 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 姜文涛嘴里喊着何惠的名字 硬是从她妈手里 抢过那个镯子追了出去 我这时才反应过来 原来姜母承诺给何惠金镯子 可临了又舍不得 所以演了这出戏 这样一来 既能坐实我手脚不干净的臭名声 逼姜文远跟我分手 又能省下一万多块的金镯子 却没想到她这一时二鸟之计 让我一个报警电话给搅黄了 看着姜母陪了夫人又折兵 气得都快拉裤子里的模样 我拉过行李箱 推门便走 姜文远跟了出来拉住我 乔薇 这是第一次来我家 你说走就走 以后还怎么跟我爸妈相处 我冷冷地看着她 没有以后了 姜文远 我们分手 推开她 我打车到了酒店 将她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我下定决心要跟姜文远分手 可我没想到 第二天一早我回城 竟然看到姜文远一家四口 整整齐齐坐在我家别墅的沙发上 与我妈相谈甚欢 戏问之下 我猜到来龙去脉 昨晚我走后 何惠妈妈替女儿上门问罪 结果发现我带 过去的茶叶和燕窝价值好几万 姜家人立马对我的身家起了疑心 因为姜文远曾经偷偷寄过我妈妈的电话号码 所以她今天一大早就联系了我妈 而后全家坐最早的高铁来赔罪了 我妈出于礼貌 亲自带司机去接站 还把人带到了我家 现在就算姜家人是傻子 也能猜到我家有钱了 看到我妈脸上的笑意 我知道她这个中年傻白甜 已经被姜文远一家给俘虏了 这就是我有事宁愿去网上求助 都不爱跟我妈说的原因 我妈有严重的心脏病 被我爸宠成了公主 不知世间险恶 什么都能原谅 也因为这个病 我妈才特别着急让我结婚 她总怕有一天突然离我而去 见不到我穿婚纱的样子 可我没想到的是 短短几个小时 我妈已经被姜母忽悠着 把订婚时间约在一周后了 我看了看姜文远 发现她没有丝毫愧疚 脸上只有得意和兴奋 她此刻的模样 跟她爸妈真是见得一模一样 我无语至极 更让我无语的是 在姜文远一家离开后我才知道 因为姜母说需要安全感 所以我妈不仅答应了出婚房和两百万嫁妆 还答应给姜文远她弟姜文涛买辆宝马车 甚至都没跟她家要彩礼 我很想跟我妈吵 但想到她的病情 我只好强颜欢笑 回到房间发帖想对策 看到昨天那些网友还在蹲大金镯子的后续 我一股脑把今天的精力发了上去 翻看着网友们的回复 我去找了我妈 妈 我爸一直做慈善 如果把订婚宴搞那么高调 恐怕有损我爸的声誉 我妈是个恋爱脑 无论什么事 只要对我爸不利 她就会三思而行 妈妈露出忧心的表情 我趁机提出 订婚宴只要两家人到场见证就可以了 等到结婚时 再大范围通知 也不迟 我妈终于点头了 还叮嘱我 别忘了跟江文远家那边知会一声 我当然不会跟江文远说 结果 不出广大网友所料 订婚晚宴前 江家出幺蛾子了 江母亲自给我打来电话 乔薇啊 我们才弄清楚 你爸爸是咱们市里最大的地产开发商啊 我听说她还在搞慈善建学校 每次一出手 最少都得几百万 我让她有话直说 她还真就没跟我客气 乔薇 既然你家那么有钱 我觉得当初谈的嫁妆 就太少了吧 你妈妈是不是见我家是普通家庭 就瞧不起我们呢 算了 阿姨也不跟你计较这么多了 要不这样 你们家再添五千克的金条做嫁妆 我就答应你们订这个婚 乔薇你可要想好了 你爸有头有脸 今天又请了那么多人 我们南方父母不出席 你爸的脸往哪搁 五千克金条 市价将近三百万 真不知道 一条狗是怎么长了张狮子嘴的 我一阵冷笑 心想 别说是五千克 五克都不会给你 可我嘴上 还是装出着急的样子 阿姨 这事儿等定完婚 我再跟我爸妈商量行不行 今天 你们一定要来把场子撑过去啊 姜母一听 态度更坚决了 不行 金条不到位 我们是不会去饭店的 我便求她等一等 说我这就去找我爸商量 放下电话 我正好碰到匆匆赶来的姜文远 我拦住她 你妈要五千克金条的事 你知道吗 姜文远眼神躲闪 乔薇 我就是想来跟你说这件事的 其实我父母也是想让自己受重视一些 再说了 五千克金条对你家来讲也不算什么对吧 你就答应下来 顺顺利利 订婚不好吗 我笑了 订完婚呢 到了结婚前 你家是不是得要我爸的公司啊 姜文远一愣 我甚至可以想象到 我这随口一说 恐怕早就在他家的计划之内了 姜文远坚持在酒店门口等他父母 要我赶紧去买金条 我没多加争执 去到小包厢 把姜母的电话录音放给我爸妈听 我爸妈目瞪口呆 我顺势提出 要跟姜文远分手 眼瞅着 我妈脸色不太好了 我连忙给她为了要 妈 幸亏咱们没请外人 否则今天的脸就丢大了 我妈此时也觉得万幸 后悔自己那天太冲动 于是同意我跟姜文远分手 我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姜爸妈送回家后 我打开手机找到帖子 姜今天的是跟进 网友回帖 订婚宴人都没露面 你未婚夫想必父母双亡 是个孤儿吧 他爸妈大概是在下面缺钱了 你们做小辈的 订婚前应该先去坟头祭拜一下的 我这人多听劝了 放下手机 直奔最近的香烛店 买了供品和整整五大袋子金元宝 连夜打车 上姜文远家门口烧纸去了 出发近一小时 姜母打来了电话 问我金条怎么还没准备好 我真的很想告诉她 五千克金条没有 金元宝倒是给您准备了五千个 为防打草惊蛇 最后我还是忍着笑说 阿姨 金条的确买不了 我想了想 就按你说的 这个婚我还是不定了 姜母一证 语气急了起来 那怎么行 你们家不是都通知出去了吗 你爸妈还要不要脸了 我冷笑 我爸妈要不要脸你 不用操心 反正我算看出来了 你们全家都不要脸 挂了电话关机 车子一路朝姜文远家急驰 夜里十一点 我到了目的地 姜文远家是老旧小区 住户不多 还没有物业和监控 我一路畅通无阻 司机大叔听了我的经历 愤愤不平 主动帮我拿着金元宝 说要帮我一起烧 摸进楼道 我摆好供品 开始烧纸 看着五大代金元宝化成灰 我心里别提多舒服了 元宝烧好后 司机大哥又连夜将我拉回了家 第二天 我睡到自然醒 刚打开手机 姜文远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乔薇 你给我说实话 你昨晚是不是去我家烧纸了 他那一大家子昨天一直等金条 金条没等来 只好在姜文远的出租屋里睡了 结果一大早 老家楼上的住户打电话告诉他们 说他家门口摆着供品 还有一大堆纸灰和煤烧干净的金元宝 姜母一下子就猜到 这缺德事儿是我干的 不过我可没那么傻去承认 我虽然找男朋友眼下 但我不是法盲 这要是落了口时 免不了被拘留几天 我打死也不承认 姜文远的态度松动了些 不再提烧纸的事 而是问我 你不肯买金条 摆明了就是不想订婚 你们家这是耍人玩呢 究竟什么意思 我真是呵呵了 姜文远 究竟是谁不想订婚 是谁耍人呢 我结一次婚 你家不但没出彩礼和房子 还跟我家要了两百万的存款 和一辆车当嫁妆 这些我妈都同意了 你临门一脚又要五千克金条 你家人那么喜欢当孙子啊 找个对象都得玩兵法 姜文远顿了半赏 语气失望 乔薇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怎么变得跟泼妇一样 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什么是为父不仁 我直接挂了电话 而后找到我爸的司机 把姜文远一家的照片发过去 让他在别墅附近家派人手 省得他们来骚扰我妈 这一天下来倒是消停 结果傍晚我出去散步 拐过路口 发现姜文远一家守候在那里 姜文远见到我 欣喜地跑过来 乔薇 对不起 我早上不该打电话骂你 是我错怪你了 那些纸钱看来都是和惠烧的 我一正 姜母走过来 亲热地想拉我的手 被我甩开了 对 肯定是和惠那个小贱人干的 他对我家怀恨在心 所以来报复我们 我猛了 和惠为什么去你家门口烧纸 姜文远直直无无解释了一番 不过情节都是被他美化过的 不难猜出 自打一周前跟我家深入接触过 他们就不把和惠放在眼里了 和惠因此与姜文涛争执过几次 加上和惠家与姜家都在同一个小城 所以他们思来想去认为 这事是和惠干的 姜母愤愤不平 滔滔你别忘了 和惠手里还有咱家一个大金镯子 必须要回来了不能便宜了他 他唾沫横飞 看得我一阵恶心 我转身想回家 姜母拦住了我 乔威 阿姨想了想 让你家一下子买那么多金条 也的确有些难为你们 要不咱们还按之前说好的来 现在你们就把那两百万存款和车 给我们送过来吧 这些东西我都跟那边亲戚说过了 带不回去 我多丢人 我冷冷看着他 阿姨 你记性不好吗 昨天你们缺席订婚宴 所以已经取消订婚了 你让我爸妈脸面都丢尽 现在却怕自己丢人了 分手 姜母瞪大了眼 你人也快三十了 跟我们文远也睡过了 你不跟文远结婚 谁会要你 我贪手 你以为我是你 只有一个男人肯要 姜文远脸一黑 乔威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在外头 有别的男人了 我笑 管得着吗 我们已经分手了不是吗 姜母还在跟我掰着 你说分手就分手啊 你要是非得分也行 但是那二百万和宝马车必须赔偿给我们 我亮出手机 再纠缠我就报警 警察的速度 你也是见识过的 回家后 我洗了个澡 等出来时 发现我出名了 姜文远见没有挽回的余地 弄了条视频 发到某音上 佩文说 相处两年 我给她买过好几杯奶茶 还接她去我家 吃了饭认了亲 说好要订婚 结果收了我们家的三斤后 却又毁婚了 算了 打算放手了 这样的媳妇 娶回来能有什么用 她是想网报我 让我妥协 我这才想起来 那天他们家人走后 我发现自己的书桌上放着个包装好的小盒子 我猜到是姜文远放的 所以都懒得拆 我赶紧找到那个盒子 发现里面还真是三斤 那是三颗比绿豆大不了的金珠子 上面串了红绳 当作戒指项链和手链 我都给气笑了 结果就扑斥那么一下 一颗金豆子就从盒子里被喷出去了 我好不容易趴地上给收回来 好好摆在盒子里拍了照片 为了视觉效果 还特意找了一颗黄豆做对比 我把照片发到评论区 半个小时后 评论区炸了 原本评论区一边倒 都在谴责我 无情骗钱 现在 话锋控制不住了 有人说 三斤都买了 怎么不送个放大镜 哥们你比我幸运 这六十九块三颗的金子 我也买了 你只不过是没了女友 我是被大舅哥打进了医院 还有人爱特我 姑娘 金豆还没有绳粗 我想知道 那绳是怎么穿进去的 这金豆都没有我毛衣起的球大 你带的时候注意点 别磨霉了 姑娘 不想结婚 就把东西还给人家 要是不小心打喷嚏 已经把东西吹跑了 那就去楼下五斤店 给人家买五斤还回去 等到三斤被人调侃得差不多了 大家又换了个话题 相处两年 买过几杯奶茶 我男友一天就给我买几杯 我岂不是得跟他叫爹 回家认亲吃饭 也得拿出来说一说 你家人平常是不吃饭吗 死人不用吃饭 要不要领家娶一个 还说这样的媳妇娶回来 也没什么用 我看你除了副作用 也是啥用都没有 我捧着手机 笑得在床上打滚 我甚至想不明白 姜文远究竟是给自己找说法的 还是给自己招黑的 眼见事态控制不住 姜文远出来爱特我了 乔威 我知道你家有钱 不用买这些黑粉来针对我吧 你都跟我睡了 这样对我 你能有什么好处 马上有人跟平 刚才还说 人家贪你六十九块的三斤 现在承认人家有钱了 这样对你的好处就是 丢了你这个小芝麻 可以捡个大西瓜 好处就是 以小博大 姜文远暴怒 乔威 你怎么什么都跟外人说 笛下笑成一片 天哪 快看 他急了 天哪 快看 他承认了 没两分钟 姜文远那条视频删了 可网友并不买账 他们疯狂转发了视频 并且跑到我评论区打听后续 我的粉丝 一夜之间就涨了五十万 姜文远终于消停了 就在我以为自己的生活将走向正轨时 姜文远又出来作妖了 他把我给告了 原本他家以为是和会烧的纸 但和会不认 姜母也拿不出再多的证据 和会一气之下 主动跟姜文远提出分手 金镯子也还回去了 可姜家那时候已经确定我不可能回头 没了我这个有钱的儿媳妇 他们又不想放弃和会了 于是三番两次去求复和 和会不想答应 又改口说那纸就是自己烧的 甚至为了摆脱他们 主动去派出所自首 结果警察在调查沿街视频时 发现了一辆可疑的外地出租车 经过走访 司机无奈承认 他陪我去烧的纸 太出所里 姜母像是抓住我多大把柄似的 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乔薇 我们已经打听过了 你这也是犯法 性质恶劣要拘留的 要我说呀 你就乖乖答应跟文远把婚结了 再生个孩子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我都气笑了 生孩子干什么 继承你家那堆锅碗调盆 还是吃剩菜的优良传统 或者是跟女方要房要车要金条的新颜子 说完 我拿出收藏在手机里的录音 交给警察 警察先生 我这么做也情有可原 我也是被他们逼的 警察一段一段地听 听得咋舌 我问警察 他们家说不给五千克金条 就不出席订婚宴 要让我父母把脸丢尽 这算不算讹诈 姜母打了个哆嗦 警察同志 我就是那么一说 我哪能真要金条 可你就因为没拿到金条 缺席了那场订婚宴啊 婚宴的菜全做好了 你知道我们花了多少钱吗 这个损失你是不是应该补一补 姜母猛了 她不傻 按照她的预想 我家最起码订了五十桌 几千块钱一桌算下来 总数对她来讲也是个天文数字 后来 在警察的交涉下 我给他们口头道歉 事情就算了结 出来时 姜母又细经上身 痛哭着求我跟姜文远复合 乔薇啊 阿姨知道 你第一次来时怠慢了你 让你心生不满 其实这是都怪何惠 要不是她爸说 可以帮滔滔找工作 我们怎么能着急顾着她 而忽视了你呢 我真是够了 她这个当妈的 天天用养鸡的剩菜养儿子 还巴望着儿子 给她领个凤凰做儿媳妇 况且 姜母不知道 我和何惠早就联系上了 前些天 他们去求何惠跟姜文涛复合时 说的也是类似的话 都怪那个乔薇 他家说给房给车 我们光顾着兴奋 忽视你的感受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一家一都是当老师的 一本教案教好几个班 我告诉姜母 阿姨 您就别怨这个怨那个的了 有这时间 赶紧给姜文远和她弟弟找对象吧 毕竟兄弟俩一起把对象弄没了 够你忙一阵的了 对了 给您个建议 可以考虑找个开香烛店的儿媳妇 到时候别说是别墅汽车和金条了 无论您想要什么 你儿媳妇都能烧给您 过了几天 我和何惠碰了个面 她说姜文涛还缠着她不放 何惠把姜家人干的事告诉了自己父母 可姜母却不肯承认 非这一切都是误会 说是我在恶意陷害他们 何惠父母也担心何惠是想去找前男友 所以将事情夸大 所以一直劝何惠跟姜文涛在相处一段时间试试 她从我这里要走了那几段录音 说这东西能给她帮大忙 这时我才知道 何惠根本不爱姜文涛 她曾有个感情非常好的异地男友 可她父亲想让女儿留在身边 死活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因为姜文涛长了张非常帅气的脸 何妇便让何惠跟她交往 想着让姜文涛把何惠留在本地 我们第一次去姜家时 何惠回家就告诉她爸 说姜家家风不正 人品不好 并借此提出 要跟姜文涛分手 何母为了红女儿开心 上姜家去讨说法 姜母没办法 把我送的燕窝拿出来赔罪 结果被何母发现我带去的茶叶也值好几万 后来 姜家见识到我家的经济实力 开始嫌弃何惠 何惠趁机和姜文涛吵架想分手 可一次次都被自己父亲压下了 她没办法就承认是她去烧了纸 想以此激怒姜家 好顺利分手 但阴差阳错的警察查到我头上了 何惠很抱歉 我笑着拍拍她 查出来也挺好的 人哪就是得敢作敢当 何惠把那几段录音给自己父母听了 他们彻底看清姜文涛一家的嘴脸 何惠如愿以偿地分了手 我问她 是不是要去外地找原来的男友了 她叹口气 乔薇姐 经历了这段时间的事 特别是你的事 我现在心有余悸 我不敢那么快订婚了 等着再多考察几年再说吧 何惠还告诉我 姜文远一家 现在可出名了 被人认出是三金视频的发布者 加上何家的法力加持 姜家现在臭了半边天 可他们还不自知 频频让两个儿子相亲 相亲也就罢了 还总用从前那套方式方法 想着拿捏人家女孩子 后期 我断断续续从何惠那里得知姜家的事 姜文远向了大概有几十个 却没有一个她看重的 因为她总是拿那些女孩跟我比 别的不说就加进这一条 便让她过不去心里的龙门大砍 后来姜母干脆不管她 先托人给姜文涛找了一个 也算她家运气好 找个了长相个头都不错的 可自打这女孩跟姜文涛触上对象 姜母的罪就来了 据说人家第一次见面 姜母是给叫到家里去吃的 这回倒是没给剩饭吃 但是饭后让女孩去洗碗 大冷天的不给开热水器 就让用凉水洗 女孩把碗放到水槽里 自来水开了二十多分钟 一伸手就喊凉 没等刷就已经打了两个碗 姜母又心疼水费又心疼饭碗 最后坐不住了 自己去厨房把碗洗了 后来那女孩聊天时 说自己娘家妈给了钱 让她买手链 姜母马上说 买那碗衣有什么用 有钱就该存下来留着过日子用 女孩直接伸手 那您多给我点 我存下来过日子用 最恶心的一次是 女孩说了不吃香菜 结果姜母把所有菜里都放了香菜 还说自己忘了女孩不吃香菜的茶 女孩二话没说 第二天她做饭时 把所有菜里都放了辣椒 而后告诉姜母 她忘了姜母有严重的痔疮 如此几次 姜文涛一家子都被这个小儿子的对象 治得服服帖帖 也不知道姜母在睡不着的夜里 是否后悔 把两个那么优秀的儿媳妇给做没了 后来 因为姜文涛一直找不到工作 她对象就天天闹 等到怀孕时 更是以孩子为要挟 逼着姜父姜母在夜市弄了个小吃摊养活他们 姜母日夜操劳 终于熬不住了 有天半夜收摊时 一头歪在地上 死了 两年后 我去和会娘家参加她的婚礼 晚上一大帮人在江边散步时 遇到了姜文远 她胖了很多 胡子拉叉的 跟她爸守着一个小吃摊 卖的是福顶肉片 小摊没有固定摊位 城管来了 爷俩就推着车跑 两人无头苍蝇一样 正巧撞在我身上 四目相对 姜文远眼神躲闪 其实我知道她早就失业了 当年她急于制造舆论 用的是自己的某音号 身边的人便都知道她是三金视频的发布者 后来也慢慢打听到她拿订婚为要挟 跟我家要五千克金条的事 从那往后 她每天的生活都伴着嘲讽 工作也频频出错 后来被公司给开除了 家里这边 自从姜母死了 弟弟弟媳就霸占了房产 已经把老头子赶了出去 更不可能让姜文远回家去住 没办法 姜文远就回老家弄了个小吃摊 跟姜父一起挣点小钱维持基本生活 如今 他们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圣饭圣菜生活 姜母泉下有知 应该会开心地笑出来吧 姜边风大 我有些冷 和惠新婚丈夫的好兄弟脱下西装围在我肩膀上 贴心地问我要不要先回去 姜文远看着这一幕突然叫住了我 她让我等等她 而后跑到一边的铺子里买了杯奶茶给我 乔薇 你最喜欢喝这个了 快喝了暖暖身子 我说了谢谢 却没接那杯奶茶 姜文远不知道 我一直都不喜欢喝奶茶 可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知道她买不起别的 所以每次她能给我送杯奶茶 我都会很开心 其实我想要的只不过是她送的 哪怕不是奶茶 仅仅是一杯水都行 只可惜 我想要的这么少 而她却想要太多 姜文远捧着茶的手 轻微地抖动着 祈求的眼神一直看着我 我叹口气接过来 转手放到她父亲的手里 她家一顿饭钱 才能买回来的东西 不能白白浪费了 我迎着将风头也不回地走了 姜文远又喊了我两句 我加快步子 她应该知道 她曾经犯过的错 只能用一生来追悔了 下面给大家讲述第二篇故事 要说公司哪里是谣言滋生的地方 那必然是女洗手间 就像此刻 我正因为亲戚的突然造访 坐在隔间里面 无所适从 忽然听见 外面有人提到我的名字 上天眷顾 我正想开口寻求帮助的时候 另一道冷哼声 打断了我的话 真不知道她有什么好装的 一天到晚 在我们面前端着个架子 指不定在老板面前 怎么卖弄风骚呢 我 我什么时候端架子了 不就是因为 上周部门团建我没去吗 但我分明都说了理由 我总不能放着我家 闸了的水管不管不顾 就为了吃那顿饭吧 况且还是A的饭 你看见她刚才穿的外套了吗 我感觉那好像是裴总的 真的假的 她是故意搞的噱头吧 这公司里谁不知道 我们家晶晶才是裴太太 对吧晶晶 我捏着卫生纸的手缓缓收紧 视线落在自己身上的外套 logo 这衣服 的确是裴总的不假 但我还真不知道 公司里还有位陪太太呢 也对 我向来都是掐点上班 到点就走 从不加班内耗 也从不参加同事们的八卦讨论 又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听着他们各种造谣 我心中也觉得好笑 这些人真是不知道 天高地厚 我直接踢开隔间门走出来 为首的两个女同事 神色慌乱 明显心虚 唯独何晶晶满脸坦荡 那神情倒真像是公司的当家女主人 看什么 难道大家说错了 我原想着 这事就这么接过去了 万没想到何晶晶居然如此口无遮拦 这是要挑事的节奏 我停下脚步 虽说我不惹事 但我也不怕事 我还手抱胸 面无表情地看着何晶晶 在造谣 我就告你诽谤 道歉 何晶晶一脸挑衅 吓唬我 温宇你嫩了点 这点把戏就别在我面前装模作样了 就是 你以为你谁呀 就一个小职员 还跟我们晶晶顶撞 我看你是不想在公司混了 晶晶回家随便在裴总面前吹吹风 你就别想在这干下去了 我挑眉 忍不住笑出了声 我怎么不知道咱们公司还有一个裴太太 还是你 我上下打量着何晶晶 眼神中的不可置信 狠狠地刺伤了何晶晶的眼 何晶晶本来就看不上我 这下好了 什么脏话都一股脑地骂向我 你算了什么玩意 也配质以我的身份 裴太太不是我 难道还能是你 我点点头 还真就是我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庆庆她在开什么国际玩笑 对面几人笑得张狂 我没在意 拿出手机就准备报警 不打算道歉 那就等着警察来调解 何庆庆看我不似作假 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你也如这开口 对不起行了吧 声音小得跟文字叫似的 我刚想叫她大声点 我没听到 小腹一阵剧痛 某处一阵暖流 好家伙 火山喷发了 我也不跟何庆庆一行人号着了 捂着小腹连忙回到宫位 后面的何庆庆对着我的背影 气急败坏地跺脚 温玉你给我等着 我刚在座位上坐下 何庆庆一行人也紧随其后地回来了 还故意绕到我旁边 凑近我的时候用笛孔对着我 冷哼一声 好幼稚 我懒得理他们 捂着小腹腾的冷汗直冒 堵堵堵 我抬头和刚刚众人讨论的话题中心人物 裴大总裁对上视线 裴慈冷着一张脸 一张句脸上毫无表情 温经理来下我办公室 说完裴慈转身离开 我连忙起身 胡乱拿了些文件跟在裴慈后面 何庆庆看到裴慈单独叫我 瞪着我气得直磨牙 那表情要多好看 有多好看了 我已经办公室 等在一边的裴慈 连忙帮我把办公室门关上 拉着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 刚刚还一脸严肃的裴慈满脸关切地看着我 郁郁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差 是哪里不舒服吗 我还没开口 裴慈已经急得团团转了 是不是昨天晚上下雨冻住了 要不这样 这般先不上了 我带你去一趟医院检查检查 说着裴慈急得就要去找车钥匙 准备带着我去医院 我无奈服额 裴慈 我没事 我就是来大姨妈了 小腹痛 你别大惊小怪的 我月月都是全勤 你可别让我早退一次 没了这个月的全勤奖 老婆 是我的错 我没记住时间 你坐着我给你泡杯红糖水 我还什么也没有说呢 裴慈直接将所有的揽到他身上 不是 我大姨妈提前了一个星期 怎么还是你的错了 裴慈忙得团团转 又是急着烧开水 又是给我灌暖水袋 小心翼翼地塞到我手里 我也没扭捏 这不是老公对老婆该干的事吗 况且 像裴慈这么体贴周到的老公 我自己偷着乐就不错了 烧好水 裴慈将泡好的红糖水吹了吹 才送到我嘴边 小心烫 喝完身体渐渐回暖 小腹舒服了了不少 和裴慈做了会 我就准备起身出去 近来聊文件 时间也差不多了 刚起身 小腹好似有一把大手攥着一般 又一阵阵抽搐 裴慈眼疾手快地伸手扶住我 我才勉强站好 这时 总裁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打开 何庆庆一脸阴沉地死死盯着裴慈扶着的我 好似一只毒蛇一般 我被他的眼神吓得一机灵 裴慈根本就没在意是谁进来了 还在细声细语地问我 没事吧 我摇摇头 谢过他就准备离开 不想何庆庆以为我在勾引裴慈 也扭着腰后着脸皮凑了过来 一把挤过裴慈身边的我 还好我快步向前走了几步 不然非被何庆庆推到在地 裴总 有些文件我看不懂 裴总可以交易教我吗 嘖嘖 何庆庆这声音掐的 不如刚刚在卫生间吼我的声音好听 还有这裙子向上拉的 不如直接不穿 看来何庆庆是非要拿下陪慈不可 不过裴慈可一点都不吃他这套 本来就因为突然闯进来不爽 还毫无礼貌把我撞到一边 裴慈的脸色早就垮了下来 我雇你来公司 不是让你问我弱智问题的 裴慈冷眼斜着何庆庆 还有 进我办公室记得敲门 说着裴慈大不离开 只剩下何庆庆站在原地一脸尴尬 裴慈给我的暖水袋我也顺手带了出来 暖着小腹确实舒服了不少 我刚坐在工位上人狠工作起来 何庆庆踩着高跟鞋满脸不善地走了过来 何庆庆手里端着咖啡 漫不经心地靠在我鞋对面的工位桌上 指挥着后面的几个跟班将他们手里的咖啡分下去 何庆庆也是舍得花钱 咖啡带上的大牌标志表明着这一杯咖啡可值不少钱 周围同事平常虽然看不惯何庆庆仗着裴太太的身份耀武扬威 但是谁会看到这好处不占 顿时开始对何庆庆一阵夸赞 庆庆 谢谢了 这一杯咖啡花不少钱吧 叫什么庆庆 人是裴太太 没看到庆庆刚刚见了裴总 现在就开始给家发福利 显然是裴总受益的 还真是 庆庆 总对你可真好 何庆庆显然被这些追捧的声音捧得开心的不行 翘着小拇指喝了口咖啡 清了清嗓子 得意洋洋地开始炫耀 那可不是 裴总啊 虽然忙 但是都记着大家的功劳 专门让我买来犒劳大家的 何庆庆漫不经心地瞥了我一眼 当然了 也是敲打某些人 不要以为自己那点小心思瞒得好 自己掂量着 也知道自己有几斤 不要看见裴总就摇着屁股凑了上去 大家眼观鼻鼻关心 当然知道何庆庆在嘲讽谁 刚刚进裴茨办公室的 除了何庆庆就是我 更何况 这些咖啡分了大半办公室 一滴都没撒到我宫位上 我也不惯着何庆庆 贴了一眼咖啡袋上的标志 承熙的新开的那家网红咖啡 不过都是香精特调咖啡豆制成的 你喝的是香草口味吧 你猜他家的用的是优质风味咖啡制品 还是劣质风味咖啡制品 我说着还对正喝得起劲的何庆庆眨了一个眼 别不信 劣质地在装优质的 总会出现败露的时候 你说是吧 说的是咖啡 其实就是在说何庆庆装陪太太的身份 她要是不再对此事冲我拿桥 那也算了 她也还是装陪太太的身份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那她迟早会面临着身败名裂 臭狐狸精 你还要不要脸了 何庆庆脸色瞬间犹如猪肝色 拿竹手里的咖啡就想要向我泼来 我比何庆庆反应还快 拿起旁边宫味的咖啡 先一步朝她身上泼去 啊 何庆庆愣了愣才反应过来 尖叫 嘴里依旧对我骂骂咧咧 这次就当给你长个记性 记得管住你的嘴 咕噜噜 我清晰地听到这从何庆庆肚子里传出的声音 忍不住挑眉 看来是劣质咖啡啊 何庆庆 要不你先赶紧去卫生间释放一下自己 我还十分好心地侧身 给何庆庆让了道 伸手 做出请的姿势 何庆庆面色不善地看着我 但是还在犹豫先去卫生间 还是先解决我 只不过她的肚子越叫越响 何庆庆一跺脚 指着旁边两个小跟班 你们让她给我跪下来道歉 什么时候道歉 什么时候放她走 说完捂着肚子匆匆离去 周围同事立马放下手里的咖啡 满脸复杂地看着何庆庆匆匆离去的背影 这裴太太也太上步了太面了 我根本就没把这几个跟班放在眼里 自顾自地继续着工作 结果人还真把何庆庆的话当作圣旨了 紧紧地跟着我 温玉 快点跪下来 跟庆庆道歉 就是不然庆庆到时候跟裴总随便提一嘴 你就别想在公司待着了 我敷衍 啊对对对 快让裴慈把我开除了 跟班没想到我竟然软硬不吃 伸手就想拉住我不让我溜走 你们几个 上班时间干什么呢 总监终于得到消息 气势汹汹地指着对我推丧的几个跟班 跟班这才被吓得连忙回到自己的工位 何庆庆在我面前吃了亏 下午都没看到他和他的跟班向我面前凑 只看到何庆庆和他的两个小跟班 不断地向卫生间去 引得总经理不断皱眉 我乐得清闲 一下午将手头的项目赶完了 下班刚出公司 就收到裴慈的微信消息 老婆 停车场 我脚步一转 向公司楼下停车场走去 一眼就看到正打着车灯的裴慈 坐上副驾驶 裴慈将后面座椅的东西放到我怀里 老婆 刚刚去给你买的暖宝宝 快贴上 我哼了一声 没回复 我说这半天没在公司看到裴慈 原来是去给我买一堆卫生用品 这么贴心周到 哼 招风引蝶 专注开车的裴慈一脸莫名其妙 怎么了老婆 你不舒服 谁惹你生气了 我帮你坐回去 我又冷哼一声 好好开你的车吧 裴大话 裴慈 老婆你说什么呢 工作起来 小腹不感觉痛 这会只想着裴慈 小腹又开始一阵阵的抽腾 裴慈一路顶着大问号 看到我脸色不好车开的飞速 到了家裴慈连忙下车将我抱到卧室 抱着我就是哼哼唧唧 老婆 你怎么一路上都不理我呀 是不是我哪里惹你生气了 裴大花紧紧禁锢着我 我不说话就不放开我 我肚子疼裴慈 裴慈腾出一只手 伸进我的衣服 放在我的小腹上 揉来揉去 我让你放开我 不是让你得寸进尺 你不说 我就不放开你 我说着来气 指着她的胸口语气不善 裴大花 说说 你在外面还有几个老婆 裴慈一连忙 老婆污蔑呀 有人诬陷我 我就你一个老婆 就那个 何庆庆 今天凑到你面前 说不懂 问你文件的那一个 现在可是公司 名副其实的裴太太 你跟我放机灵点 不准让她碰到你 衣服都不行 裴慈对着我的脸蛋 就是咬上一口 笑得乐不可知 思 你给我放开我 裴慈连忙放开我 将暖宝宝贴到我的小腹 好了好了 我当时我干了什么 缺德式对不起呢 放心吧老婆 那个什么沈什么玩意 我连脸都没看清楚 也绝对不会让她碰到我 我的心是我老婆温欲的 说着裴慈还伸出右手 发起了誓 我发誓 我听得脸色一骚 捂住裴慈的嘴 不让她再说了 是何庆庆 记住了就行 我还是难受 说完躺在床上 蜷缩着 不想动弹 裴慈拉着我帮我换好了睡衣 盖好被子 蹲到床边讨好的看着我的眼睛 还有个是老婆 换个外号呗 裴大花不符合我在外当大老板的形象 嗯 招风引蝶的大花 很符合 符合符合 老婆起的外号 哪有不好的 大花 很有艺术含量 我一个眼神 裴慈立马闭嘴赞同 老婆你先躺着 我去给你熬点粥 喝了几口粥 也就没再喝了 裴慈也没抢求我 麻溜得洗漱完 搂着我帮我揉着小腹 第二天 裴慈一大早做好了饭 叫我起床 吃完饭 走之前 裴慈站到门口扭捏着不走 我疑惑 你长痴疮了 裴慈忍不住扑痴一笑 不是老婆 你都没给我系过领带 我出去谈业务 别的老板都在炫耀他老婆 给他系领带 我也要 我没听裴慈说完 垫着脚尖 就拉着裴慈的领带系了起来 裴慈立马停了话头 低头配合我 并且扶着我的腰 让我站好 我本来就不会系 胡乱系了一圈 勉强能看就收手了 我努努嘴 看看 裴慈在门口落地 静左看看又看看 脸上是难掩的笑意 老婆手真巧 走吧 我点头 虽然细得丑了点 但是裴慈长得帅 就好看了 我和裴慈 一前一后进了公司 又遭到何庆庆的一记冷眼 我一个眼神都懒得给何庆庆 收拾了一番 准备待会的开会资料 进了会议 才发现有点不对劲 裴慈今天的西装是和领带 都是我随手递给她的 宝蓝色的西装配上斑点红领带 显得亲和又时尚 却没想到 何庆庆今天和裴慈穿的是同色系的衣服 甚至头上的发卡 都是和裴慈同样的红色 这又给了何庆庆炫耀的资本 何庆庆的小跟班 坐坐得眼嘴轻呼 庆庆 你今天和裴总穿的是情侣套装爱 裴总今天的领带 怎么记得歪八扭三的 庆庆该不会是你记的吧 何庆庆一脸娇羞地抿嘴笑 一切都在不言中 呵呵 裴慈这身替加的定制 根本没有第二件 更何况是情侣套装 还有 怎么裴慈身上有点什么都是何庆庆的 那天裴慈拉个屎都是何庆庆的功劳 庆庆 裴总看你了 何庆庆顿时扬起白皙的脖梗 微笑地看向裴慈 我抬头 和裴慈的视线对上 裴慈眼神瞬间亮了 还是装得一脸严肃 何庆庆到底在自恋什么呀 我收回视线 将注意力放到自己手中的文件上 汇报工作 何庆庆一站起来 裴慈就开始皱眉 何庆庆不明所以 谋足了劲表现自己 将手里的汇报内容 说得颠三倒四的 最后还甜不知耻地问裴慈 裴总 你看我做得怎么样 裴慈漫不经心地翻了页手中的报告 清起薄唇 烂 何庆庆脸色瞬间白了 裴慈还不忘继续补充 烂透了 裴慈哥 这帮我出气呢 裴慈敲了敲会议桌 继续 何庆庆失魂落魄地坐下 我开始展示我的汇报工作 我讲得投入 不时抬头 都能和裴慈专注的眼神 对上 裴慈不时地点头 我讲完 裴慈立马开始拍手鼓掌 周围的同事业 也立马跟着鼓掌 不错 简单的两个字 气得旁边的何庆庆止磨牙 会议结束 大家陆陆续续地离开会议室 何庆庆站在会议室门口不离开 等着裴慈出来 裴慈刚走到会议室门口 何庆庆也不管周围同事还没有离开 就洋装不小心滑倒向裴慈扑了过去 裴慈立马眼疾手快地闪开 站不稳 平时多锻炼锻炼 我一听乐了 忍不住笑出了声 裴慈一脸得意地看向我 活像求表扬的二哈 何庆庆本来还不断在公司散播 她是裴太太的身份 现在大家逐渐发现裴总好像根本就不鸟何庆庆 也开始不相信何庆庆就是裴太太 甚至她的几个小跟班都开始动摇了 何庆庆在我面前吃了几次烟 就把大家不信怪罪到我身上 她认为是我勾引裴慈 在裴慈面前胡说八道 导致她在公司越来越混不下去 何庆庆就开始大力散播我和裴慈的谣言 无非就是我不要脸之三当三勾引裴慈 还破坏裴慈和何庆庆之间的关系 这本来就是无稽之谈 可偏偏裴慈这些天上班让我给她选衣服 非要让我选和我的衣服同一色系的衣服 说要和我穿情侣装 在公司秀恩爱 一次两次同事们只当是误会 但是连续一周半个月裴慈都和我穿的同色系 还不间断 彻底坐实了我和裴慈有一腿 破坏了裴慈和何庆庆之间的关系 我又被公司的同事在背后指着点点的 何庆庆也彻底得意起来 裴慈知道后 急得非要在朋友圈公开我和她的关系 被我眼疾手快地拦住了 裴慈疑惑 我耐心解释 你不懂女人 公开的结果并不比不公开好 裴慈只得同意 只是当晚回家 裴慈将衣柜里的我和她的衣服 几乎全部都换成情侣装 就光明正大的 又偷偷地秀恩爱 上班期间 裴慈一本正经地在周围转来转去 老神在在地开口 有眼光 裙子不错 我看了看我今天穿的裙子 裴慈选的 和她今天的衣服同一色系的情侣装 合着自己夸自己呗 旁边宫位的何庆庆 谢谢裴总夸奖 我和裴慈 周围同事立马投来艳羡的目光 裴慈走后 何庆庆身边立马围了一大堆的同事 不断地追捧她 庆庆 裴总这么想你啊 上班一小时就出来看你了三趟 对啊 庆庆 裴总夸你的裙子好看 不会是裴总给你买的吧 裴总和你之间的感情啊 根本就没有人能插足 庆庆这地位是稳稳的 庆庆 裴总这么关心你 你要不要也去关心下裴总 何庆庆被众人捧得一脸娇羞 飘飘然地硬下了 在众人艳羡的眼神下进了总裁办公室 我只听到何庆庆叫嘀嘀的一声裴总 办公室的门就被关上了 爱马 鸡皮疙瘩都要掉下来了 旁边的同事终于确信 何庆庆就是裴太太 正准备再次讨论一番 何庆庆已经被裴慈赶了出来 众人猛逼 这前前后后不到一分钟啊 裤子都没脱下来就结束了 何庆庆尴尬地笑笑 刚刚有个项目出了点问题 裴总心情不好 我不想打扰他 众人表示了解 男人吗 我吃笑 我看是裴总让你滚出来敲门吧 我不说还好 我一开口 瞬间戳到了何庆庆的痛处 何庆庆一脸怒涩 温欲 你什么意思 裴总现在正忙 我不想打扰裴总工作 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质疑我 我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 抱起文件 在众人疑惑的眼神下敲了敲裴茨的办公室门 听到裴茨的劲后 我抬脚进去 二十分钟后 又在众人神色各异的脸色下 泰然自若地从办公室出来 不要脸 狐媚子 啊对对对 我进裴茨的办公室当然是为了正事 只不过何庆庆的思想不正常 非要认为我在干下贱的事 当然了 我和裴茨 不管怎么样 那都是合理合法 最近我正在跟一个项目 公司很重视 拿下这一单 够能让我年终奖再多一倍 我非常上心 转眼就到了我和对方谈业务的时候 我让我的团队准备好所有文件 准备出发 去了趟卫生间 刚回到公位 就和腾一下子起来的何庆庆撞到一起 我站定 等着何庆庆 这会有准备做什么腰 不长眼啊 没想到何庆庆飞快地看我一眼 猫着腰骂我一句 就侧身离开了 转性了 我没在意 拿起准备好的资料 带着人就离开了 我公司一众人提前到了包间 等了一会 等到了对方公司的人 相互寒暄了一番 就准备切入正题 我拿出一早就准备好的项目策划 却忽然一顿 这不是我一开始写好的策划 瞬间联想到何庆庆心虚地离开 我瞬间明了了 对面的经理开口询问 怎么了温经理 我无所谓笑笑 没事陈经理 这是我们的策划方案 您看看 我将另一份策划递到陈经理手里 何庆庆这会算是打错算盘了 我准备策划 怎么可能只准备一份 况且 他的业务能力真的令我堪忧 云雾和明珠不分 对面经理本来漫不经心地翻开 看到第一页突然移震 坐直身子继续向后翻 陈经理没看完 激动地拍案决定 温经理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一众人一脸猛逼 温姐 咱们的策划做得是不错 但是也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吧 我笑得一脸神秘 当然是有贵人指点 刚回公司 何庆庆就凑了上了 去着一众人依旧猛着的神情 忍不住开口嘲讽 温经理 这么大的项目 你就这么搞砸了 我看你是想让裴总把你赶出公司 有人忍不住开口 不是 我们合作展开得非常顺利 都到这时候了 还在自欺欺人 我将签约合作大喇喇地打开 对到何庆庆的面前 麻烦睁大眼睛看清楚 念念这是什么 何庆庆一脸不可置信 不可能不可能 我明明把你们的策划 哦 你把我们策划怎么了 肯定是你 温玉你还要不要脸了 你不仅勾引裴总 而且还让裴总找人给你写策划 你说什么 裴慈突然出现在何庆庆背后 冷着脸问 何庆庆瞬间结结巴巴的 裴 裴总 我 我 我立马接上何庆庆的话 裴总 何庆庆的意思是 你直接私定这份项目给我了 裴总冷冷地扫拾一圈 最后视线定在何庆庆身上 温经理这个项目全程公开透明 你要对其中哪一环感兴趣 可以直接来质问我 在这里污蔑同事算什么本事 况且温经理能拿下这份合作 全靠温经理自身能力 一份策划写了五份 一一拿到我面前审查 你要是也有这份魄力 我就让你来当这经理 何庆庆尴尬地不断点头英事 就差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我忍不住摇头 就何庆庆这心思 根本就不在工作上 等不了多久 就会在公司混不下去 我那时进裴茨办公室 就是为了询问我的五份策划 何庆庆却还以为 我在办公室勾引裴茨 笑死裴茨不勾引 我就谢天谢地了 完成了一大项目 裴茨直接给我放了两天假 然后两天假 不让我出去玩 不让我懒在家里 叫我一起和我爸妈他爸妈 一起吃饭 裴茨真是够了 今晚回家他必须给我跪榴莲 裴茨进来帮我拉开椅子 然后将背着的我的包 跨在我的椅子后面 我妈看裴茨这一系列十分顺手的动作 忍不住凑到裴茨他妈跟前 丑丑 小子简直把温欲宠上天了 裴茨他妈也忍不住跟着嘖嘖称奇 亲家母 你别说 裴茨在家对我都没对小玉殷勤 我听得两边老人说的话题 忍不住脸色一红 裴茨凑到我耳边就也是挤兑我 老婆你脸红什么 我气得偷偷在桌子下拍裴茨的腿 又被裴茨伸手反握住我的手 裴茨他爸妈笑得满脸慈爱 郁郁 你和小茨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啊 我爸妈也跟着附和 对啊 小裴 你们要加油啊 至少让我们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一人怀里抱一个 妈 我妈都说的什么话 你看看这孩子还害羞上了 我连忙手上用劲 拾跺着裴茨开口 爸妈 你们不用担心 我和小玉一直在做准备 你们抱孩子是迟早的事 谁跟你在准备了 好 反正双方父母被裴茨哄得喜笑颜开 我拾去地闭嘴 看我回见怎么质问你裴茨 一到家我就翻出放的落灰的搓衣板 扔到裴茨面前 跪吧 裴茨一个华柜跪到我面前 拉着我的裤脚 老婆 我错了 我不应该在你的休息时间 没推掉爸妈的邀请 我也不应该胡乱说 咱俩在背孕了 我柔柔太阳穴 不是裴茨 两边父母都是你找来催生的 裴茨张口就要否认 在我瞪着下 缓缓地点头 嘿我说呢 裴茨 你这么想要小孩 裴茨点了点头 又摇摇头 也不是很想 就是想跟你生一个 但是 还是以老婆的意愿为主 起来吧 裴茨起来 就跟我一个大雄抱 老婆 你这是答应不答应 看在你认错这么坦诚的份上 我就勉为其难 接受你的提议 裴茨面色一喜 不过 等我锻炼锻炼身体 身体状态好了再生 裴茨抱着我就朝我脸亲了一口 都听老婆的 我后悔了 我早知道裴茨会每天早上六点拉着我起来锻炼 晚上还要带着我在锻炼时锻炼 我就直接说不声了 况且锻炼就锻炼吧 裴茨还要以检查我锻炼成果的名义 对我动手动脚的 比如跑完步 裴茨主动帮我捏腿 就是手不安分 捏着捏着就放到其他地方了 再比如 非要测试我肺活量 裴茨主动帮我测试 我答应了 然后他就亲着我不放开 还美名其约 测试肺活量的同时 也锻炼了肺活量 公司又团建 我还准备找牢理由 避开无聊的团建 裴茨义正言辞地对我批评教育 作为公司的一份子 团建这样的集体活动 你为什么不参加 你是对公司有意见 还是对我有意见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所以不愿意参加团建 我被裴茨嘀咕得烦了 当着裴茨的面 报名了团建 裴茨才停止唠叨 然后我在团建名单上看到 发起人 裴茨 你清高裴茨 你仗着当老板为所欲为 团建还是老样子 八卦喝酒吃饭吐槽玩游戏 一道真心话大冒险 坐在旁边的何庆庆 瞬间精神起来 摩拳擦掌地输了 我就猜这女的美好事 果然 何庆庆的小跟班 立马起哄 庆庆表白 庆庆表白 何庆庆好似喝了大瓶酒 满脸通红 走到裴茨面前 脚滴滴地捏着衣脚 裴 裴总 我 我有老婆了 裴茨去了我一眼 毫不犹豫地开口 一点都不给何庆庆脸面 何庆庆脸色突然煞白 全公司上下都知道 裴茨有老婆 只不过 大家都被何庆庆带得认为 裴太太就是何庆庆 裴茨有时候对何庆庆冷淡 不过是对何庆庆的一种保护手段罢了 现在 裴茨在所有人面前 直接撕下何庆庆的遮羞布 何庆庆的谎言 在全公司面前顿时无从顿行 何庆庆只能尴尬地坐到原位 坐下之前还不忘恶狠狠地瞪着我 不是吧 这姐妹还以为是我在这中间动手脚 虽然这中间就是有个我 但是我是陪此老婆阿歪 不过何庆庆显然是认定了是我在搞鬼 接下来的游戏简直就是何庆庆对我的单方面虐杀 我本来就不经常玩这些游戏 结果当然是输了 我倒要看看何庆庆还想要搞什么幺蛾子 我选了大冒险 何庆庆恶狠狠地对我说 那你就去亲培茨 何庆庆就是想看我被培茨拒绝 培茨说她有老婆了 我现在去亲培茨 不管是亲上还是没亲上众人都会做文章 亲上就是我被正主吓到了 害怕了 没亲上就是我指三当三 下见 我挑眉 何庆庆还以为我害怕了 忍不住嘲讽我 怎么 不会是怕了吧 笑话 我会怕 我无奈怂怂肩 不就是亲培茨吗 培茨一顺不顺地盯着我慢慢走近她 然后俯身靠近培茨的脸 亲了上去 周围的人瞪大双眼 忘记了呼吸 没想到我知道培茨有了老婆 还这么大胆 何庆庆不可置信地盯着这一幕 尖叫着质问培茨 为什么你让温玉亲你 你不是有老婆吗 培茨扣着我的后脑勺 在一次在众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下 亲上了我的嘴角 我的老婆 当然可以亲了 哦 原来培茨非让我来团建 是想公开 早说 我应该穿上我最贵的裙子 化上最精致的妆 一切发展得很突然 我是培太太的消息 瞬间在全公司上下传开 而且是培茨亲口承认 板上钉钉的事实 关于我的谣言 以及关于何庆庆是培太太的一切谣言 瞬间不攻自破 何庆庆在公司上下 一点都抬不起头 她本来能力一般般 凭借着培太太的名号 得罪了不少人 还笼络了一堆小跟班 现在好了 强倒众人推 得罪她的人人人都来踩她一脚 跟着她的小跟班 以为能捞到什么好处 结果是惹了一身心 也忍不住反踩何庆庆一脚 周一去公司上班 众人对我的态度 和对何庆庆的态度 简直是180度大转变 一路上来 不论见到谁 看到我就是恭恭敬敬的一句 培太太 听得我一听到这三个字 都一机灵 何庆庆的状态可一点都不好 脸色苍白 吴清的眼圈表明 她休息得并不好 因为培此把她给解雇了 原因嘛 她污蔑我是小事 主要是她私自偷换我 拿出去合作的策划方案 虽然对我的影响不大 但这种行为 已经不是简单的极度新了 说严重点 那是偷窃 何庆庆当然不愿意 虽然现在大家看到 她都没给什么好脸色 但是培慈的公司在业内也算是顶尖 进了公司待遇可是很好的 她被解雇 以后是很难再被其他公司录用了 我一来 她就一脸愤懑地冲到我面前 怒气冲冲地质问我 肯定是你温欲 你仗着培慈宠你 你就平白无故解雇我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我简直要被何庆庆气笑了 看来她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她走到这一步 完全是因为她没有脑子 还在责怪我 十多培慈解雇她 笑话 何庆庆气不过 冲到我面前 伸手就要打我 我巧妙地避开 何庆庆躲闪不及撞到桌子 摔倒在地 我这时候还是感慨 还好和陪子一起锻炼了 不然我哪里有这么快的反应力 不过摔倒在地的何庆庆 可就不好了 她索性顺势躺在地下 大声吆喝着 陪氏夫人打人了 陪氏夫人仗势欺人了 周围看到一切经过发展的同事 一脸无语 但是何庆庆可不管 一不做二不休 拿出手机打了报警电话 飞快说明情况以及地点 躺在地上冷冷地瞪着我 温宇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的 我无奈摊手 指了指不远处办公室摄像头 我等着 警察很快来了 还是冲着我这个新出现的裴太太 以及曾经自诩裴太太的何庆庆 这是很快传遍了公司上下 裴子也被惊动了 裴子一连猛 跟着我去了警察局 一路上我讲明缘由 裴子也同样 差点被气笑了 老婆 我让人把监控录像送来 加上上次直接把这个何庆庆送进去得了 我点了点头 何庆庆真是太极端了 我本来以为他只是虚荣 却没想到他真够变态的 得不到就毁掉 简直就像一个泼妇 经过一番审问 加上裴子送来的监控录像 何庆庆报假警被教育 再加上他偷窃我的策划 也够他在里面住上几天了 终于结束 裴子带着我去吃饭 裴子为了犒劳我 点了一大桌子我喜欢吃的大鱼大虾 老婆 给你 多吃点 裴子将包好的虾送到我嘴边 我配合得张开嘴 突然感觉这小龙虾的味道这么难闻 闻得我只犯恶心 我推开裴子的手 对着旁边的垃圾桶就开始止不住的干呕 裴子连忙拍着我的后背 等我平息下来后颤抖着手将一杯白开水送到我手边 裴子声音中带着颤抖的兴奋 老婆 我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你是说 饭也不吃了 裴子立马小心翼翼地护着我去医院 排队取号 检查拍臂抄 裴子揽着我 一瞬不瞬地盯着医生的嘴 医生把眼神从臂抄片子里移开 抬了抬眼睛 瞬间笑了 恭喜两位 裴子激动地抱着我 又亲又抱的 又是蹲下轻轻抚摸着我的肚子 老婆 这里竟然有个孩子 你夫人的孩子还只有一个月大 正是发育的关键时刻 也注意好调理工作 好好 谢谢医生 裴子小心翼翼地带着我回家 立马通知了八大姑七大姨 又联系了私人调理师 我正是进入了待产生活